宿主成功穿越 什么 我穿越了 王妃 你总算醒了 你是谁 我是您的陪家丫鬟小云啊 糟了 王妃傻了 我们又在王府可怎么办 打住 我没傻 只是失忆了 你快给我把事情细细讲来 好 所以我现在是黎王妃沈幼女 我的夫君楚望辰嫌我丑 成婚才三个月就要纳钱 而我因为接受不了 就不度计见了 对 这是什么宇宙无敌大渣男和恋爱脑的故事啊 王妃 隔墙幽儿 您可不能瞎说啊 王妃 王妃 王爷让您去正堂观大妾之礼 有病吧 嫌弃我丑还让我去观礼 这不是摆明了要看我笑话 不去 王妃 那个伤姑娘 昨个还跑您面前耀武扬威来着 她逛会装可怜 使下上不得台面的小技巧 可千万别信她 好 任务一参加喜宴 让商务因敬茶 破坏楚望辰与商务因缘房 好 你又知道动物不是善良 我才不去 这不是 我这 警告警告 宿主拒绝任务 十秒后将发起摧毁 十 我现在就去 看来是任务飞就不好 起来不死 就让我去跪跪诈的劲 小云 走 我们现在 去观礼 好丑啊 这不会就是 黎王妃吧 谁有你 谁让你进来 还不快给我滚回后院去 你谁啊你 你让我滚我就滚 我不要面子打 王妃 她就是您的夫君 黎王殿下楚望辰啊 这穿越怎么都不带个机翼回溯啊 搞得我连人都不认识 这干嘛 沈又宁 别在这里给我装十一卖惨 这是我和玉莹的婚宴 不是你能搅削的地方 现在 立刻 给我滚 你渣男 要不是信 我才不来 不是你让我来的吗 现在又赶我 怎么 黎王殿下说话 喜欢自己打自己的脸 我什么时候叫你来了 王爷你别气 王妃既然想来观礼 您就答应她吧 我不会介意的 原来是生意 你让丫头骗我过来 多人信 你有资格介意吗 别忘了 我才是王府的王妃 按规矩 你可是要给我敬茶的 沈又宁 你别得尊敬痴 整个皇城谁人不止 我是被迫取的 还想在这耍正妻威服 你配吗 黎王殿下这是想在众人面前 坐实宠妾灭妻了 沈又宁 你到底想干什么 我不是说过了吗 我要喝她的妾室茶 沈又宁 你想的没 现在立刻给我滚了去 别逼我叫人捆你回去 按律 先切进门 必须给正妻进场 否则只算个通房丫 怎么着 黎王殿下心尖尖上的人 就只配做个通房丫鬟 沈又宁 王爷别气 王妃说的没错 暗律 且确实该给王妃敬茶 我这就去拿茶盏 哭了你了 那就开始吧 王妃请先茶 按照宅斗计的态 商民肯定会找机会下 以博取楚望尘的爱理 这台阶师 不会是打算故意删的 商民你要敢信 那就别怪我下跃后 能防御 剑语 看我怎么收拾你 居然没故意把头御医 此归 人倒是没那么坏了 御医妹妹怎么这么不小心 不知道的 还以为是我将你推倒的呢 多谢王妃 我看你刚刚也架着了 先把这杯茶喝了 压压惊 我 妹妹是不喜欢我这个王妃吗 都不愿意喝我的茶 是的 那就快喝了吧 这个王妃虽然长得丑 但人还是不错 是啊 好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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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来 弄在茶汤里的蟹药挺醉 任务完成 你成功获得 购物点数一百点 好 这不会就是黎王妃吧 你放心 既然占据了你的身体 那些轻视你的人 我会一一打脸完血 兑换药物 治疗脸上的红唇 换取药物 购物点数减三十 脸上的红唇瞬间就变淡了 这些都还挺错的 要是能多换个点数就好了 任务二 今晚去楚王城房中过夜 过夜 有病吧 我才不去 拒绝接受任务 将被淘汰 宿主会心脏麻痹而死 反之宿主接受任务 攒够十万点数 还能回到原来世界 还可以回到原来的世界 我又不去楚王城房里 我又不去 小开心 这是别少 还没有人难到我 使用无聊的事情 致命 楚王突然睡不 反正西方就说了 要过夜 我今天晚上敲散的进去 再等着他还没醒 就开就行了 行 沈永宁 你在干什么 沈永宁 你在干什么 你睡着啊 趁我睡着 偷偷趴我的床 沈永宁 你可真让我大开眼界 要不是你的鬼任务 我怎么会这么难看 我只是因为被子太薄了 这才免为其难 想跟你挤一挤 你可别误会 你大可不必免为其难 我现在就叫人 给你换被子 你可以回去了 都这么晚了 还麻烦丫鬟的人吗 丫鬟也是人 也要休息的 你各位王爷 要多体谅下人 所以今天晚上 我跟你挤一挤就好了 给我下去 男子恨大丈夫 这么小气干什么 沈永宁 你到底想干什么 王爷 今天是鬼节 我一个人不敢睡 你就收留我一晚 就一晚 我明早立刻就走 你要不和我睡床上 我睡大上也行的 你是在跟我一起 以前不怕 今夜就害怕了 沈永宁 你到底有什么目的 要是不说实话 就给我滚出去 记住鼠包城 什么为什么 既然你们吃完 那你别怪我来应用 王爷 我能有什么目的 我就是害怕而已 对话一个木棍 换取木棍 个五五点 数减十 鼠包城 这是你逼我的 真重要 这么看 还是挺帅的 这脾气有点错 不好了 小姐 王妃今晚 去王爷房中了 什么 沈永宁 敢抢我的新灰烟 你找死 是 谁啊 找死啊 你说谁找死 王爷 你醒了 居然敢拿木棍敲我 你好胆胆子 那还不是你死过 不让我上床睡 我只能出自家策 从哪弄的木棍 是不是蓄谋一旧 想要杀我 我只是随手捡的 我闲那边 是要杀你干啥 刘宁 你用木棍敲我的脑袋 还不是谋杀吗 我告诉你 血液伤害皇子 是要超斩满门的 我错了 王爷 我就是太爱你了 才会犯错的 你怎么罚我都行 求求你放过我的家人吧 王爷 真的吗 这狗男人这么喜欢白莲花 我同期所好 怎么罚我呢 死过一回 你倒是性情大变 连卖惨都学会 撕了 原主原来不会卖惨 王爷 你也说了 我都死过一回了 那自然是跟以前不一样的呀 不过 好像我怎么变 您都不喜欢 那既然如此 我得见回去了 赶紧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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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等着粉鸣过来 王爷 王妃 商夫人到了 芸衣问王爷安 问王妃安 任务完成 已成功获得购物点数 五十点 猜五十点 又够小气 这是我刚熬好的生鸡汤 王妃请用 早点 鸡汤熬好了 这顶级妹样 能让人在食用后领致全无 彻底变成一个大副 该会儿我会找机会把沈悠宁从王爷广里弄走 你记得提前找好馅了 这次我定要他身败名领 这当是为我熬的 嗯 夫人清晨起来 听说王妃伺候了王爷一整晚 就特意要了鸡汤 说是给王妃补补身子 商业也这么好 是 反常都有败 这 怕是有问题 商夫人有心了 只是这大早上的喝鸡汤 着实有心 你的心意我领了 王妃不肯喝 莫不是像府中下人所说那般 对御音不满 我何时对你不满 我看 是你对我不满 说妃不满 为何王妃不肯喝这鸡汤 王妃抢了夫人的冻房花竹叶 夫人非但不计较 还特意端来鸡汤 王妃您不领情也就罢了 为何还要 还要冤枉夫人对您不满 王妃 您实在是太霸道了 这里何时轮到一个丫鬟说法 汐儿 别说了 免得被王妃责罚 原来让众人误会我俩洞房花竹 就是你昨晚来我房间木头 沈佑宁 你可真够阴险 别人说什么你就信上 楚望着 你是猪脑子吧 必须没自己的想法 猪脑子 沈佑宁 你竟然敢骂我 我看你是活腻人 怎么着 你敢打我 打女人的男人都是垃圾 王妃王妃别再为我吵了 闭嘴 王妃若是真的不想喝这鸡汤 那我还是得走到这 不用 他不喝 我来喝 王妃 王妃 你全喝光了 你的心意 不能浪费 玉衣 我知道你心底善良 可是以后 我又不知道伺候沈佑宁了 像她这样的奸人 跟不配 我 下去休息 那玉衣先告退了 糟糕 王妃吃下灭药 很快就会发肃 我房间里只有沈佑宁 赶紧去煮解药 只不能协议了沈佑宁一个贱人 是不 奸诈小人是什么意思啊 自面意思 你故意来我房间 让大家误以为我俩有七夫这期 还不够阴险吗 我有对你做什么吗 清风就是雨 你就是没脑子 说谁没脑子呢 沈佑宁 你敢跟你夫君这样子说话 夫君 咱俩早晚得合理 你少给自己相经 我可看不上你这种渣男 你 你现在就给我滚回自己的后院 我不想再看到你 走就走 你有我想来 以后谁进谁院子 谁是狗 你最好说到做到 这句话原本不都还给你 你个死渣男 还有脾气 等我攒过点数就立刻回家 再也盼盼那张处理 特别任务 限时五分钟 五分钟内成功亲吻到楚望尘 现有点数增加十倍 任务失败 将心脏麻痹 一切一百点 连连连连这个死渣男 这任务 我接 就算是捆住的 我也一定会轻到 某些人不是说不来了吗 为了点数 我忍 王爷 我刚才想了一下 和你吵架确实是我不对 所以我这次过来是专程回来道歉的 你会给我道歉 沈又宁 你又想耍什么花招 王爷 你怎么如此怀疑臣妾呢 臣妾会很伤心的 王爷 我之前之所以说那些气话 是因为吃醋了 我那么爱你 怎么会舍得不和你来往呢 爱我 对呀 王爷 臣妾自知长得丑 惹王爷不行 可是 可是 可是爱一个人有什么错呢 警告警告 任务还剩三十秒 倒计时 王爷 不是真的喜欢你啊 忠妾那么久可怜 就为了打这个算饭 你太不知羞耻了 十五 十四 完了 你让我心想快死啊 八 老师 你还怎么吃啊 七 谁又你要 你是不是对我做了些什么 快点 要是要效法做 就便宜沈又明那个贱人了 我愿离今别心 那我今天就成全你 三 二 那我今天就成全你 那我今天就成全你 任务完成 购物点数成功翻倍 现总购物点数为一千一百点 别人 别今日 别进了 那 冲宗沈 你干什么啊 那 楚望辰丢尽 还倒是 他不喝 我来喝 快分开他们 楚望辰 王爷 王爷 滚开 谁让你们进来的 王爷 使用您这个毒服 就是想和您生命煮成熟饭 你千万别着了他的道 王爷 王爷 喝了这碗药 喝了这药就好了 这是 不能被王爷知道 我不看你心灵了 这是下火的 我专门找大夫熬的 王爷您快喝吧 下火的 王爷可还有不适吗 没有了 那就好 好一个下火的 下的是情毒的火吧 我 使用您 不想说话吧 我 你是瞎了吗 你没看出来 这是伤云一下的毒 现在觉得不适 才过来送解药 我没有 好吧 这件事到此为止 之后 你不要再下注老堂了 我不想再看到第二次 回去吧 他还是知道了 是 王爷 走吧 行 是 好一个老情妾一眼 靠力情深 我都不要感动 只有你啊 你在阴阳怪气是什么 我阴阳怪气 王爷可别忘了 那碗药 是伤夫人拿过来给我喝的 我身为王妃 如果喝了那碗药 撞到了外国 会发生什么事 王爷不会知道 现在王爷还觉得 我是在阴阳怪气吗 好 我会好好教育你 以后 我让他再做这种事情 最好无止 希望你说到最初 怎么有资格 快来人啊 快给我一匹流酸 灌取流酸 给我点数减十 打破我的眼睛 赵元旧家来时 还望殿下恕罪 没事 带着去 好好省吧 是 刺客已经浮渡身亡了 给我好好插上她的身子 是 王爷 王臣 王爷 糟了 接受有毒 我去找太医 毒性慢引来太快 已经来不及了 那怎么办 我没救 这一笔 校风奶奶我这个二十一世 第一分圣手原理 根本不是你 我去找太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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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醒醒 你醒了 你还有没有哪里不舒服 没有 你 你 你 我也忙活了好久了 先回去睡了 是你救的吧 不然呢 还能有谁 你怎么会医术 天主不会医术 你从未真正了解过我 自然不知道我懂医术 是我不慌 之前 没有好了解 算了 反正咱们都是要合理的 了不了解没关系 我先回去了 你等一等 你又怎么了 刚刚是你泼了什么 可以瞬间腐蚀 刺客的眼睛 硫酸啊 硫酸 硫酸 硫酸是什么 硫酸 硫酸 它就是一种 很实性很强的液体 我在行脚上买它 自保愿 真的 我骗你干什么 完成救治楚望辰的隐藏任务 共奖励500点购物点赦 那我岂不是可以丢个不少好东西了 我爱你系统爸爸 你爱谁 谁是系统爸爸 小狗 怎么还有温泉在这 你听错了 我说的是 我想吃糖油巴巴了 是 现在 如果你不给我解释清楚 我早晚会让你不是带你 难道 真的要把有系统的诗道比达 还不快说 不行 要是对他知道 肯定会把我当天吃得适的妖精弄死 必须想个办法不能过去 我有什么好跟你解释的 我不过想吃个糖油巴巴 你要不要这么专制啊 姐姐 王爷还病着呢 你这是在做什么 你怎么突然来了 暴力鬼 你 等会儿再收拾你 我听闻王爷遇刺 特意来看你 有心了 没事 我还有一件事情要引告 赵元 你把在刺客身上查到的东西 拿出来吧 赵元 你查到我什么东西 拿出来 喂王爷 这是在刺客身上搜出来的预配 好像是王妃的毒 这是你的预配 为什么会在刺客身上 我也不知道 王爷 这还用说吗 这还用说吗 你真是怎样做奇怪的相关 肯定是王妃勾集了刺客 简要置你于死地 王妃 我知道王爷娶了我 你心里不痛快 但你就算是再生气 也不能伤害王爷呀 伤害皇子 可猪九族的 你闭嘴 你少在这血苦 也没破玉佩 就说是我害的 我还说你伪造 故意陷害我 这是我们定婚信的 皇家特制于你 世上仅此一步 神让你 这回看你还怎么解释 楚望辰 你用脚趾都想想 我如果来害你 我害了你 然后再救你 我有意思吗 王爷 王爷 王爷你怎么了 你怎么样了 你没事吧 沈佑宁 你还想害王爷 我没有害过他 你赶紧让 我要准备 来人 王爷 把沈佑宁关起来 好好严加审问 是 王爷 我去教太医 隐藏任务补充 彻底救治楚望辰 否则扣除三百购物点数 那 狗戏怎么不当人 楚望辰 我知道你现在不相信 但你已经吐血了 恐怕已经伤足内脏 现在去找太医 恐怕是来不及的 你让我先帮你看一看 你来看 王爷变成这样 不就是你害的 滚开 你别想再伤害王爷了 你在干什么 血竟然这么快就治疯了 床长 再信我一次 这一次我一定能治好你 王爷 我觉得王妃不会害你 您就再相信他一次吧 王爷 你千万不能相信他 他 够 沈佑宁 这是你最后一次机会 若是再有任何差池 我会让你沈家一家上下 尸骨不转 没关系 孙岛 小孙岛 打算 可能 等不 我 不是 对 是 车 是 优优独 优独 优独 ön 连癌 优独 优独 确实真把不傻 习惯 怎么了 这脉象分明是肝火玉姬 气血上涌之招 可我明明开的都是一些活血化玉的房子 玉盈总的消气很淡 只用您是不可能发现的 商云 你腰间佩戴的是什么 商云 你腰间佩戴的是什么 是我一直佩戴的香囊 有问题吗 香囊而已 有什么不能看的吗 玉盈草 我就说宠王臣明明都已经好了 为什么还会吐血 就是他害的 这个东西都害了王爷 玉盈草看似武汉 实则有催化毒药的特性 青族 会刺激病虚中毒之人气血两天 重族 会让病人吐血生亡 商云 你为何佩戴玉盈草靠近王爷 王爷 恕罪 我一直戴着玉盈草香囊 并不知道会害了王爷 那你为何一口咬定是我害了王爷 要不是我鼻子灵闻出来了 恐怕就洗不清这冤屈 王妃恕罪 我实在是太担心王爷了 所以才会急不择严的 我 今日之事 就这样过去了 玉盈你好好收着 你 回去闭门思过几人 往后治病之事 你不必再问了 是 楚汪穿个真爱声音 掉几滴眼泪就能够得原谅 可怜原来的神明 为了可不爱自己的男人丢心 你的手没事吧 不劳王爷费心 不过日后 我不会来给你看病了 我可不想再被冤枉一次 沈游宁 今日之事 是我 赶紧走 千万别人还要想起来自动的事 我 王妃的脸彻底好了 看来 无需再喝药了 药 这是什么药 治脸的药啊 前几日太忙忘了熬 今日我特意熬的呢 破了吧 以后都用不到了 药里有毒 难怪原主的脸迟迟迟好不了 这王府 果然不是久待之地 我还是得赶紧 集齐点数回家才是 这蠢指中也有毒 小云 我自尽那日 你有找到我服用的毒药吗 没有 那日因为找不到毒药 郎中还偷疼了许久呢 幸好那日您中毒不深 才没丢了性命 或许根本不是什么服毒自尽 而且有人想让我死 那我们赶紧将此事告诉王爷吧 不行 楚望尘也有嫌疑 我要自己找出凶手 我的脸治好 和纯指有毒这两件事情 都不要对外透露 好 陈佑宁 走 不能让楚望尘知道 小云 去拦住他 我 千万别让你进来 快去 王爷 陈佑宁呢 王妃圣子 圣子 啊 陈佑宁 你在做什么 你找我有事啊 沈佑宁 你怎么把脸弄成这样了 这样化妆可以把我脸上的红枕遮住 好看吗 这妆不适合你 你平日更好看 你不是一直觉得我丑吗 我什么时候说过你丑了 你还没说你找我到底什么事呢 赵阳已经查过了 商业余婴日常确实有佩戴玉婴草香囊的习惯 我对商业余婴的习惯没有兴趣 你可以回去了 我是来跟你送诗的 上次你不是说想吃糖油粑粑吗 我让人给你买了 你会这么好心 上次的事情 是我不对 我冤枉你 抱歉 凌云王居然也会低头啊 这天上也没下红枝啊 是赵元说你哭肿眼睛我才来 沈佑宁 你别得寸进尺 哦 是我那几人要一看画本 随眼睛才懂的 沈佑宁 无论如何 上次的事情是我不对 你原谅我吗 好吧 反正我也不信任你 这张蠢皮 你说什么 没什么 这天色也不早了 你快回去吧 任务三回相府 为大哥沈相仪治疗双腿 闯闯闯闯闯 怎么了 我明天想回到相府 你想回家 嗯 狗男人 不愧不乱 好啊 不过 我要陪你一起回去 那太好了 既然你也没事了 赶快吃吧 凉了可就不好吃了 好 那我们一起吧 我回家 你跟来做什么 云音想陪在王爷身边 所以才会唐突的跟蓝 还请王妃见谅 王爷和王妃 今日怎么回来了 我最近找到了为大哥治疗双腿的办法 所以就赶紧回来为他治疗 王妃 何时会了医术 我 我 我平时喜欢看医书 我请遍天下名医 都没能治好你大哥的腿 你就读了几本医书 怎么可能治得好他呢 我见过他的医书 很不错 或许 可以治好沈兄的腿 好 那就让王妃试一下吧 等等 大嫂就不怕她把大哥的腿彻底弄废吗 唐姐对医术只是略懂皮吗 别害了大哥 小婉说的对 我觉得这件事还是谨慎些好 今日我请来了贺兰神医 她一定能治好大哥的腿 鬼手神医贺兰 她素来神出鬼没 你怎么请得到她的 我自然有我的办法 那有劳神医了 嗯 那我们也去看看 好 使用针灸的方法 治两个月吧 我的腿能治好了 沈公子的病已入骨 我也不能保证 一定能治好 原来是这样 大哥 我有把我治好你 一件女娃口气倒是不行 你 不知沈医是否敢跟我打个赌 若是我治好了大哥的腿 沈医就答应我三件事 真是不知天高地厚 好 我就跟你打这个 就是不知 这位沈公子 敢不敢让你 大哥 你相信我 我一定能找你的 夫君 万万不可 哥 哥 你 就让你来治我 嗯 我这是不外传的秘法 还请各位先出去 在我发令之前 都先不要走 我要一瓶麻醉剂 和一套颈椎减压手术 所有的工具 动物点数减三百 都这么久了 堂姐该不会试 试不好大哥 不敢出来了吧 不行我要进屋看看 夏姨可别出了什么事 不行 又妮还没发话 我们不能进去 王爷别拦了 府王妃毕竟不是沈医 万一沈公子 真因为她出了什么事 进来吧 夫君 你没事吧 没事 又妮的医术确实厉害 现在我的腿 已经能感受到 疼和痒了 真的吗 那太好了 完成任务 奖励五百点购五点数 你的病一入骨 他怎么可能 只用半日就治好了你啊 大哥的病 只需拔除病造极和痊愈 我使用的是微创疗法 自然好的快 日后大哥只要坚持锻炼 双腿慢慢就能走路了 这 我从没听说过 有这种疗法 二十一世纪的医疗技术 你听过才有点呢 黎王妃的医术确实高超 赫毛 甘拜下风 之前不相信王妃说的话 是我错了 没事 事关大哥的身体 嫂嫂慎重些 也很正常 沈姑娘 似乎很讨厌王妃 和你有什么关系 其实我也很讨厌沈又宁 她平时为了独占王爷 暗地里总是欺负我 我一直就觉得 她装模作样 大家就看不出 说她善良 大度 说我小心眼 沈姑娘 不如 我们两个联手 制止她 我有一个法子 需要你席助 什么法子 不知王妃深夜叫贺某来 所谓何事 此合纯指中有毒 可我看不出是何种毒 还望沈医帮忙看看 此毒名为猎心 源自西南 城中只有一个地方 可以买到此毒 哪里 城西毒坊 看来 得去此毒坊 来来来来 大大大大大 老板 就是你有公子找 来来来 再来一把再来一把 来来来来 怎样 不知道公子 找我有什么事情 我通说 你这里在卖猎心 是 公子 想买 我不想买 我想知道 近期都有谁买过猎心 近年来 只有一个男子买过猎心 并没有留下名字 那你可还记得 他长什么样子 一个 普通的年轻的 多谢 事情办得怎么样了 已经把消息 传给出望尘了 他应该正在赶来 很好 这次一定要杀了 楚王臣 是 站住 楚王臣 你怎么在这 你身为王妃 却跑来赌方赌钱 真是不知羞耻 我来办正事 又不是来玩 回府之后 你休想再踏出王府半步 你凭什么限制我的自由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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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的时候 知道会有刺客 所以则有防备 那些刺客 好像早就知道你要来 是谁把你引过来的 我七弟楚行说 有人看到你出入赌方 我才过来寻你 他心思单纯 应该 只是被人利用 王爷 你也刺客跑了 我们的马车也被回了 天快黑了 若是走路回去 本可能还会再遇到刺客 今夜 就在附近找间客栈过夜了 你 带人过去手术客栈 是 你别告诉我 客栈就只剩一间房了 嗯 不仅只剩一间房 还是有一张床 还真是经典穿了小树精 一间房就一间房 我去打地步 你要睡地上 哎呀 王爷金尊玉铁 又不能睡地上 那只能我睡地上咯 睡床上去 你居然肯睡地上 那也太感人了吧 我也睡床上 那怎么可能 我不可能跟你睡一张床的呀 又不是没有睡过之前那晚 某人 不还是自见指齐吗 打住 那晚是特殊情况 今天又没有任务 才不跟你一起 你 行 你要睡地上 就睡地上 别后悔 我才不会后悔呢 今夜睡床上 你 是故意整我的吧 沈佑宁 你又在发什么疯啊 我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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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就是 睡前活动下身体 哎 等一下 我 你又要干什么 脖子疼 好像落枕了 要不还是你睡地上吧 沈佑宁 初啊 凡尔 你是小狗吗 我不管 我就要睡床上 英明伟岸的黎王殿下 今天 就医了小女子一会吧 只此一次 好 是 谁 你 我只是越来越看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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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看 挺 完成任务 奖励200点购物点数 他没有发现吧 不要 庄城 不要 庄城你醒醒 庄城 你放开 是我 庄城 是 你别害怕 你做个梦了 你工作的梦了 没事 王爷 王府来人 说皇上召您入宫 好 那我呢 来不及送你回府了 和我一起入宫 咱们口等 你张管 户部也有些时日 为何没有提高税收啊 不晃 近几年 一直天在不断 百姓意识不足 已对皇室 开始有了抱怨 现在提高税收 并不合适 小便 你知道你是个不成器的 你让你不行 把户部的位置让出来 我给你二胳膊 是 父皇 看来今日 父皇特意把我叫他 就是想让我将户部 让给初恋 恕不已退为进 寿中的牌 只会失去的更多 这么晚了 沈幽宁不计已经恢复了 也是 不会有人等我 初恋晨 人为了 情为了 终于为了你落脚 能借我你生命 你怎么没先回复 不是你让我在这里等你吗 你今日倒是挺平坏 我今日等你时 认真想了想 偷跑去赌方 确实是我的错 还被贱人当成了 引你落入陷阱的诱饵 我应该向你道歉 不过我发誓 我真的不是去玩的 好 我信你 完成隐藏任务 奖励200购物点数 王爷 昨日相府派人递来请帖 想请您和王妃 去参见宴席 知道了 王妃 碗姑娘也邀请了我 明日我们可以一同去了 你什么时候和沈碗这么说 上次去相府 我与碗姑娘一见如故 成了朋友 双夫人还真是长袖上了 沈幽宁 明天有你好看 夫人 小云 你现在去帮我找个人 知道了王妃 伤明 你明天最好别搞事 造则 我一定认为其人 去挡还这其人之事 宛儿见过莲王殿下 免礼 听说这次是宛儿姑娘 请来的神医 织好了沈公子 为了治大哥的腿 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姐 居然能请动贺神医 碗姑娘可真了不起啊 那是 谁不知道贺兰神医 是连黄金万两 都不为所动的人 你怎么又生气了 明明是你治了沈相云 她倒好 只字不提 摆明的要抢你的龙王 虚名而已 我不在乎 只要病患能够康复 就是对我的肯定 今日为了庆祝大哥 双腿全域 我都胆为大家 献无意去 好 快赶紧找个大夫看看 别伤到骨头了 连王殿下 不用那么麻烦 王妃的医术很好 不如让王妃 傍晚姑娘看看吧 是啊 唐姐 你之前不是说 你比贺兰神医的 医术要好吗 请您快来帮我们看看呀 比贺兰神医还厉害 这黎王妃 可真敢吹牛 长得丑 还爱说大话 真是笑死人了 谁让我装子 买得这好呀 小若娘 你这不彻底沦为笑 你别去 你别伤到 别担心 我不傻 唐姐为何不肯帮我呀 难道您之前说的话 都是吹牛吗 哎呦 牛伤都不敢治 真是个草包 小婉可是我最喜欢的唐梅 她受伤了 自然得请最厉害的大夫才行 啊什么 神医 请 特蒙见你 本来是想请神医来增加宴席 没想到桃妹突然受伤了 还请神医帮忙看看 好 好 碗姑娘的脚伤并不严重 休息片刻就好了 果然是贺兰神医 她怎么会出息 定是将府为了感谢贺兰神医 特地请她来的 各位 沈公子的腿病 是由黎王妃治好的 黎王妃的医术远在贺某之上 贺某 佩服 我听说 贺完不喜欢人家 你是怎么把她请来的 还记得她那天赌书之后 欠我的三件事吗 出席宴席 就是第一件事 你倒是机智 可惜刚刚那支舞我没有跳完 不知堂姐可否替我 陷无意 谁让您从小就不会跳 这次并能让她出场 这么针对 堂姐为何不说话呀 是不乐意吗 也对 您现在是黎王妃 高高在上 怎么可能放下身段 是婉儿愉悦了 她这是想把整个黎王妃拉下 三弟 不过是一支舞吧 随性所知 你 不会这么小气吧 你这儿不似乎看不惯你 我若不跳 她定要拿这事找你麻烦 不妨 今日我在这 你不想跳一步 别厉害了 不 这舞我必须得跳 我若不跳 岂不是坐实了 黎王府目中无人的名头 我跳 卸下脸上伪装 贵重人现武 卸下伪装 不就让所有人都知道我的脸痕吗 不行 说不定想杀我的人就在西中 这是他笨动 怎么办 没事 堂姐这么久不出来 该不会是害怕逃跑了吧 居然让大家在此处干 黎王妃是想把我们刀猴耍吗 抱歉 让大家久等了 我容貌丑陋 恐怕影响舞蹈之美 因此特意戴上面纱 还请各位不要见惯 堂姐什么时候会这样的 我还是个丑爸爸 不行 我必须让望尘好好看看水游宁的丑女 不然活儿都要被她勾走 现丑了 真不错 对啊对啊 完成任务 奖励五百点购物点数 换取一个面纱 换取面纱 购物点数减五 这可是舞蹈的视频 不能在这 少语爷 你做什么 对不起王妃 我不是故意摔倒 扯掉你面纱的 您别生气了 想不到黎王妃 居然是个大美人 那之前为什么要办仇 王妃累了 大家继续 我们先恢复了 想不到 今日今日今日沈又明 占尽了风土 当真可恨 少语爷 王爷 你又是再继续胡闹 我日后不会帮你 王爷 我今日真的不是故意摔倒 扯下王妃面纱的 求您相信我 不管你是有意还是无意 今日只是 我不想看到第二次 你最近 果分了 王爷 难道您早就知道 王妃脸上的红疹是假的吗 看来王爷也不清楚 难道王妃把您也骗了 可是王妃为何要骗您 难不成 她 够了 这是我与她的事情 与你们关 沈又宁 你别得意 初王臣早晚有一天 是我一个人 这么晚了 有什么事儿吗 沈又宁 你假扮脚落 隐藏容貌 到底是有何图谋 沈又宁 你要是不能给我一个合理的答案 我会杀了你 对 我是骗了你 但我并没有图谋什么 隐藏容貌恢复之事 只是为了自保 自保 有人在我的唇指之中下了毒 我的脸 也是被人下毒所害 我想找到凶手 又不想打草惊蛇 所以只能隐藏容貌恢复之事 我之前去赌方 也是为了调查此事 你若是不信呢 可以派人去查 我并没有骗你 那你之前为何不说 我们之前那样针尖对卖忙 我为何要告诉你 那你现在为何又说了 你遇到刺客拼命护我 今日又在相府维护我 我这才决定相信 不过你这个人 疑心力也太重了 我半丑能图你什么 难不成图着用我的丑 去衬托你的英俊啊 神经病 如果我不输出疑心 恐怕早就死掉 蜘蛛梦成到底经历过什么 它不必从现在这里 你怎么来了 我听说沈佑宁隐藏了容貌 骗过了所有的人 此事当真 确实是真的 不过他这么做 有他的原因 那我可要看看那个沈佑宁 到底长什么样了 该不会比以前还丑吧 他已经休息了 不要再打扰他了 三哥 你怎么开始护着他了呀 你该不会喜欢上他了吧 三哥 你可不能喜欢上他 你忘了 当初沈佳明知你不愿 还强迫你去沈佑宁 前几日 他去读访天麻烦 害你丢进了脸 这个女人 心思歹毒得很 够了 很多事情 你并不清楚 你 天太晚了 我要在这留宿 随便你 真不知道 那个丑八怪 用了什么迷魂术 居然让三哥 对他的态度 变了这么多 不行 沈佑宁那个毒服 我绝不能让三哥 被他骗了 怎么回事 脸的事 估计已经人尽皆知 接下来 该怎么办才好 你没在廊府里见过这里 不行 眼下关键 还是被他没收的吗 站住 你这婢女 怎么见到我 头又不回就要走 你快去给我找些 止头痛的药来 我现在 头痛得紧 任务六 用针酒 替楚衡医治头痛 你真是有楚衡 吃药比较慢 我懂些医术 不如先帮你看看吧 能行吗你 我带个面纱 鬼鬼祟祟的 你 还真管用 你快再帮我扎一扎 这家伙 说你还挺好看 完成任务 奖励一百点购物点数 这点数 算得还挺轻松 只是些小毛病 如果没有什么别的事情的话 我就先走了 你等一下 三哥 我也居然是想问你一下 什么事 你们府中 可有一位头戴面纱 还略懂些医术的婢女 戴面纱 等医术 那就是婢女 你们这人做什么 那女子昨夜在我院 是我一行的头痛 我 我还想给接她一遍 我不知道你说的这人是谁 哎 三哥 三哥怎么 生气啊 一定要接着怕 怎么回啊 那是 沈又明的手臂 这沈又明还真是厉害 连楚衡都能勾搭上 不行 若楚衡也帮着她 我看 只怕就更赶不走她了 哼 我的帕子 怎么在一网手中 你是说 这是你们的帕子 那昨夜那人 莫非是你 的确是我 昨日夜深 我怕惹人误会 这才戴了面纱 原来是你啊 我早听三哥收起过你 说你温柔善良 今日一见 果然如此 昨日 多谢了 一网严重了 若没旁的事 那玉音就先走了 原来是 张玉音 可惜 她已经是三哥的女人了 夫人默契 我看翊王 对着帕子的主人 倒是挺有好感 这事如今 日后 便能够让翊王 为你所用了 我要的是望尘的好感 要不是他的 现在望尘已经开始疏远我了 我一定要想办法挽回才行 请夫人默契 主子给了我个好东西 定能助你一臂之力 什么东西 这是西域进贡的香膏 可以迷惑人的心智 不行 上次下药 望尘已经生我气了 再来一次 他定会赶我走的 夫人请放心 这东西 只会让人一瞬间神志不清 王爷 不会发现异常的 只要您抓住 那一瞬间的机会 王爷 就是您的了 好 那你去告诉王爷 我病了 让他今夜 来我房里看我 是 今晚 我定要让望尘 把名分做事 喜儿 同我讲 你病了 王爷 这是小病 王爷不用担心 我让赵远找个大夫看看 王爷 您看在 玉音曾经为您挡歉的份上 别再生我的气了好吗 相府的事情 以后别再提了 王爷 您能留下来 陪我一会儿吗 玉音 有话想对你 说 王爷 有几日 玉音好醒你 王爷 今晚 留下来吧 庄宅 你怎么 你怎么了 你先休息吧 该死 我到底是怎么了 为什么 你怎么会 进去 警官在危险 有你危险了 你 你在做什么 我 活得活得 神佑你 你为什么 总是做一些奇怪的事情 那还不是都怪你 每次我一做任务 你就出现 你说什么 没什么 对了 你找我做什么 我 你还说我奇怪 你今天才奇怪吧 怎么说个话 吞吞吐就着 我房间被入脏了 没有话 需要在你这过夜 脏了就让下人换 我已经让他们睡了 不想再让他们起 府里不是还有其他房间吗 再不进 你可以去 双鱼音房间 你想让我去双鱼音呢 嗯 沈游宁 你怎么能赶我去 其他女人房间呢 你发什么火 我又没说错 你不是喜欢双鱼音吗 当然去她房间啊 我不喜欢双鱼音 不喜欢双鱼音 你纳她为妾 不管她干什么 你都原谅她 而且对她那么 还说不喜欢 那是因为 你看 反驳不了我吧 你就是喜欢 双鱼音替我挡了一枪 险些毙命 我纳她为妾 也只是为了报恩 真的 真的 她需要我帮她脱离剑籍 那切就是最快的方法 我本来是准备 脱及之事处理完毕 就送她离开的 那你之前怎么不告诉我 那是因为之前 我并不信任你 因为你不信任 真正的沈游宁 才会以为自己被刑伏 可连她到死都不知道真行 你怎么了 你出去 我要休息了 她怎么哭了 难道是我刚刚 说错话了吗 那个香刚 根本就没有用 昨夜望尘 还是去沈游宁那儿了 夫人您默契 沈游宁刚治好脸 王爷肯定就是图新鲜 况且 您对王爷有救命之恩 这可是沈游宁比不了的 我们都知道 党剑是怎么回事 她迟早会露下 况且 一个恩情 也不足以留住王臣 那不是翼王殿下没 有了吗 夫人 夫人 您别哭了 这事 都怪王妃太霸道了 玉音 别这么说 王妃也没错 怎么不是她的错 王妃明知道王爷喜欢您 作业 还强行将王爷留在房中 如此善度 这哪是当家主母的作态啊 这个沈游宁 实在太过分了 我定要好好教训她 夫人 夜王已经离开了 希望你们围绕了失望 最好能赶走这个该死的沈游宁 你给我站住 你又是个家伙 你知道沈游宁在哪吗 你找她干嘛 当然是来教训她这个毒妇的 是吗 我就是沈游宁 你是沈游宁 沈游宁 你身为王妃 李莹宽容大度 可你却因为吃醋啊 就用卑鄙的手段 强留我三哥 不让她和商鱼音见面 如此善度 你根本就不配做李王妃 所以说 是商鱼音过来 让你打包不平的 当然不是 是我要来的 行 那你说说 我都使了什么些卑鄙的手段 你 反正 像你这种卑鄙的女人 我三哥是不会喜欢你 你肯定是强迫她的 你当楚望臣是娇花呀 她可是习武之人 我哪有本事强迫她 不过我觉得 你和商鱼音倒是难配的 一个蠢 一个坏 垃圾分类啊 就该把你俩分到一切 三哥 你想干什么 你怎么 走来看看 你又在胡闹些什么 我没胡闹 我是在替你教训这个卑鄙的女人 她是我的王妃 还闻不到你来教训 三哥 你怎么了 昨日她刚去赌关给你找麻烦 今日 她又在背地里欺负商鱼音 你为何要顾着她 是谁和你说她欺负商鱼音 这还用别人说吗 昨夜 你要去找商鱼音 最后 却被沈佑宁拉到她的房中 还不叫欺负 昨夜是我 非要去佑宁房中 而且 我还把她赶出去了 不可能 肯定是你用手段强行留我三哥的 反正我是不会让你杀害我三哥的 笑话 你说我伤害她 你怎么不好好反思一下你自己 我有什么可反思的 上次你为人利用 让楚望辰去赌方找我 害得我俩被刺客为杀 这事 我还没找你算账 是真的吗 三哥 你为何要把这件事告诉阿恒 我是希望她以后长个新养 别再被坏人利用 到时候会害了你的 这么说 你就是在担心我 你少自作多情 我才没有担心你 我只是怕你受伤之后 我还得救你 谁有你了 难道你对我真的没有半分情谊吗 王爷 你有新事啊 是关于王妃的吧 没有 那您为何突然写王妃的名字 不知为何 我最近脑子里 总是会不由自主想起沈阳宁的事情 王爷 您怕是喜欢上王妃的 我喜欢她 我从未喜欢过别人 我不知道怎么才算喜欢 王爷 皇上病了 宫中来人急召王妃入宫 皇上从前日开始就腰痛不止 应该是扭伤 寻遍太医都无法医治 本宫听闻黎王妃认识贺兰神医 所以想让你把神医请来 替皇上治病 任务发 替皇上治疗腰痛 别找到腰痛 替皇上治病才行 我已经有些时 没经过贺兰神医了 并不知道她现在正在何处 如果父皇腰痛的厉害 或许我可以试试 你 对 儿臣略懂些医术 不如让我试一试 大胆 你一见女子 再强 强得过太医吗 居然想替皇上治病 你是想害死皇上吗 女子又如何 我有信息能够治好父皇的妖痛 大言不惭 你又不让我试试 怎么知道我是大言不惭 够了 本宫看黎王妃就是有意拖延 不愿去请神医为皇上治病 母后 我不是 连皇上的事都敢推脱 该法 来人 把黎王妃拖下去 仗则三十 母后 又您都说了 现在找不到神医 请母后 不要故意刁难 也对 黎王妃哪有这么大胆 敢推脱皇上的事 定是听了你的叫唆 来人 把黎王和黎王妃都拖下去 别怕 有我在 你没事 你别动手 你要是动手的话 会更加麻烦的 母后 一人做事一人当 我甘愿受罚 谁又宁 只是 在受罚之前 父皇的病要紧 既然找不到神医 不如就让我试试吧 荒谬 你怎么可能治得好龙体 我大哥的腿脊里 太医也说治不好 我却治好 虾猫的碰着死耗子罢了 父皇 您就让我试试吧 如果儿臣治不好您的腰伤 儿臣愿以此见解 母教蛮缠 快把他拉下去 等一下 朕的摇 朱氏腾的厉害 方 就让他试一试吧 可是 怎么 朕叫他过来 你要阻拦吗 大胆 你想干什么 身为女子 竟妄图触碰龙体 真是不知羞耻 李太医难道没有听过 并不必一直幸福 在医者眼中 没有男女 只有病人 李太医说出这话 已经证明 您根本不配做太医 你 父皇 哪里痛 请告诉我 对 就是这样 得罪了 真的要 不痛了 还真的不痛了 姚费的医术 可真是高明 完成任务 奖励100点购物点数 父皇的腰痛 不是扭伤 而是因为寒气入肾 我刚刚已经用针 改善了血液循环 自然就会好起来 只不过 父皇近日可能需要多服用一些 柳气暖身的药 既然不是什么大病 怎么李太医你看不出来啊 皇上 我想 李太医一定没有问清楚病 而且也并没有触碰疼痛的部位 来确认病情 只是听说不慌腰痛 而且之前有伤过 便忘下了个人 李太医这是犯了一名医者 最不该犯的错误 当此 你 李王妃 这是在教老夫如何做医 老夫当太医 有二十几年 那就更不该犯此错误 你 行了 李王妃今日有功 再说了 要教训 教训的也是对的 是 皇上 不过啊 皇上在言语上 确实是解犯了皇后 是该罚 李王妃之前不是说了吗 要你无纵纵十一人单 犯了皇后可是重罪 所以 朕还是要罚你 酷啊 让朕想一想 朕该怎么罚你呢 不如 就罚你明日进宫 去给太医院的那些老孤独 好好上上课 陛下 你这哪是罚他呀 够了 近来几日 这忙着税收的事情已经够累了 我们先退下吧 多谢李王妃 这宫女怎么有些奇怪了 为什么 这么晚了还没睡 我在想 明天去太医院 脚戒什么 你怎么也没睡 我也在想太医院的事 李太医可不好对付 明日 他或许还会刁难你 要不要 我和你一块去 放心吧 我可不是好惹的 那些对我好的人 我自然会对他好 对我不好的 我也绝不心思手辱 这 就是分类之力 分类之力 怎么了 啊 没怎么 那我先回去睡了 明日一早 我还要入宫呢 嗯 好 啊 啊 你没事吧 多谢 我 本想这皇上生病 给床臣添个不孝的罪 居然被那个沈佑宁给化解 母后 您太新奇了 想除掉楚王臣 还需缓缓统治 不是我心急 是我输不起了 我膝下无子 手里只有你这一招牌 若是被楚王臣当上皇帝 他定不会放过我 母后您放心 明日 我就亲自去见见那个沈佑宁 或许 能拉拢他也说不定 我做父皇之命来太医院学习 还请各位多多指教 李王妃 今日可真谦虚 昨日不还趾高气扬的 指责老夫不配为医者吗 我只是实事求是的指出你的错误 并没有趾高气扬 反倒是李太医小度积成 不肯认错 还要怪我不该指出你的错误 一介女子懂什么意思 昨天 能够医治好皇上 肯定是巧合 老夫是不会听你的 既然各位不服 那不如我们比试一场 看看谁的医术更强 怎么比 各位朝年在太医院当职 肯定比寻常医者 经过更多珍惜草药 那不如我们双方各自寻找一些 考考对方认不认识 答不上来 便是输了 李王妃又何必自讨苦吃 太医院有很多的珍惜草药 李王妃可能都未必见过 岂不是必输无疑 还没比呢 李太医总知道输的不是自己了 好 比就比 若是 李王妃赢了 老夫便对您拜上三拜 任您为师 若是李王妃你输了 请你离开太医院 好 一言为比 有意思 最近林二将赋税上涨 非但国库亏空的情况没有改善 反而引起了一些地方的暴乱 现在又要拨出银两 凭暴乱 我倒是有一个法子 既能上涨赋税 填补国库 又能减轻百姓的不满 什么法子 从前百姓赋税都是统一的 不如以后 我们就将市农工商的赋税分开 挣得多便多交一些 挣得少便少交一些 这样百姓的怨言自然会变少 赋税也就能收上来 这倒是一个好办法 比凌儿的强征赋税的办法 好得多呀 父皇 其实是又您提醒了我 我才想到了这个法子 原来 你们倒是让朕挖母相看了 再来 这当初赐婚 也有错的 不如 你就去辅助你二哥 处理赋税的事情吧 是 父皇 姑姑 很快就会回到我手中 父皇 又宁在太医院那边 快要结束了 儿臣想先行离开 接他回府 去吧 儿臣先行告退 这小子 当初成亲的时候 还十分不愿意 现在 倒是片刻都分不开了 黎王妃 老夫这里有三种草药 你可都认得 它们分别是 雪莲 大云 捡百 你怎么可能 不说别的 这雪莲 你 你怎么可能见 笨蛋 雪莲将未来 可是二次宝负植物 我当然 现在该我问了吧 这草药在世间 仅剩两株 十分稀有 可吃百病 李太医 可认得这是什么 看起来就是野草 不对 他就说这草药 十分稀有 肯定只是长得像野草 怎么 李太医 不认得 老夫当然认得 就是 就是一时忘记 他的名字了 你 让老夫好好想想 李太医 真的认得 这个草药吗 记得 你 你做什么 为什么将这 稀有草药毁掉 什么稀有的草 这不过是我在宫中 随手摘的野草 你 你竟敢欺骗老夫 作为医者 你没有自己的辨别能力 单单凭借我的一番话 就失去了 自己的认知和判断 这么多年的医书 都是白赌了吗 只因我是女子 你们便认定我的医术不如你 真是目光的 身为医者 碎记自负 若是被自负蒙蔽了双人 则会在治疗时出现问题 到时 反而是害了病人 这就做了今天 给各位上的课 多谢 李王妃指教 李王妃 好久不见 二皇兄 有个事 刚刚看到了 你在太医院的事 这从前我怎么没发现 你竟然是个如此 贵致蓝心的女子 多谢 黄兄夸奖 我还有事就先走了 哎 李王妃 别急啊 如此看来 长相也还貌美 比起我的王妃 文昭云 倒是好很多了 听闻你与楚王臣不合 不如这样 你与他合理 再改嫁于我 我保证 让你有着想不尽的 荣华富贵 还有恩宠 黄兄可能不知道 比起荣华富贵和恩宠 我更想找一个为人正直 心怀天下的男人 做我不见 楚王臣就是这样的男 所以 我不需要跟黄富贵 黄兄刚刚的那番话 若被旁人挺起 形象必将被毁于一样 还请黄兄自重 你可想清楚 比起楚王臣 不皇和母后 可更看重了 你若是跟着他 只有持不尽他 只有选了你 才有楚王 父皇母后 看重的人是你 可我看重的人 是楚王臣 我既然选择了他 以后他无论如何 我都不会后悔 是吗 楚王臣 你可真是好命 竟有于此如此真心的待你 楚王臣 你怎么在这 你怎么不太高兴啊 发生 你 这是干什么 谁有你 我刚刚听到的 楚王臣 你说的 你听到了 我可没答应他是吗 我知道 我相信你 谁有你 我以后都不会怀疑你 你是第一个 估计后果 站在我身边的人 那当然了 我 我可是把你当成好朋友了 当然会无条件支持你 只是朋友吗 九百九十五 九百九十六 九百九十六 站五十八 数一千颗星星 九百九十八 最近的任务怎么断来越奇怪了 不是让我在屋里唱王飞 就只让我去野猫嘴里抢 现在又让我数星星 你是不是故意不想让我回家 让我攒不够点数 所以才为难我的 九百九十七 又宁 你在做什么呢 我在数星星 要数一千可能 那你现在数了几颗了 九百九十八 九百九十九 一千 哇 又宁 我之前觉得 你总是很奇怪 可是我现在就觉得 不仅不奇怪 还很可爱 我也不想做这些奇怪的事 不是为了回家 不是为了回家 夫人 我们该下手了 夫人王爷 真的要被抢走了 你们想干什么 沈又宁 你不过是仗着出身好 才能当上黎王妃 但我告诉你 妄臣心里爱的是我 他早晚有一天会修了你 让我做王妃的 你 你修什么 你一直以来针对我 都是因为楚王辰 你放心吧 他不希望我 我们两个只是好朋友 早晚会合理 所以 你不用在我这里 花太多的心思 沈又宁 你别想把我当傻子耍 沈又宁 你为了楚王辰 居然想杀了我 你疯了吧 不 咱们去探望一辆住 你 你是真疯了 王爷 救我 王辈他又杀了我 王辈他又杀了我 怎么回事 我本想问他在宫中 受课有何 不知哪句话惹恼了他 他竟然拔出匕首 想要杀我 杀我多得快 你个肚子 竟然还想杀人 他在说 我没杀 是他想杀了我 匕首坐在你手里 沈又宁 你心很数了 就算治好你那张丑脸 又如何 你根本就不配做黎王妃 黎王殿下别说了 谁让他是正妃呢 我只是把心 打不了以后你当王妃 你一让路走便是了 三哥 我实在看不下去了 你就休了沈又宁吧 商姑娘人美心善 不比这恶奴的沈又宁 更适合做你的王妃 你只听商女医一人之 就目非青红皂白的骂我恶毒 我看 你才是不可救药的蠢货 谁让你走的 谋杀不成 就想一走了之吧 毒妇 这个畜格 真是太气人了 怎么 你也不相信 还来骂我一端 反正你爱信不信 我又没说 我信你 我不是说过 以后都不会怀疑你了 况且你走之后 我已经教训过阿航了 那我也生气 谁让他骂 你不是用针也刺他了吗 他到现在手还使不上力气 我也没给他叫王忠 叫他吃一天苦头 这样你能不能消消气啊 嗯 那商女医呢 他的事情 我会马上处理好 处理好之后 我会立刻送他走 这几日 你先与他保持蓄理 好吧 你有没有受伤吗 你有没有受伤吗 没有 好 那你先休息 我去找阿航 嗯 应该是生病了吧 我心里有这个 你们要干什么 放开我 沈耀宁 你可知罪 敢问我 我有何罪 昨日你用针刺杀了衡二 衡二的手到现在都没知据 你还不认罪 昨日是翊王先对我出言不逊 他羞辱着我 难道就没有罪过吗 我不过是一嫂子的身份 教训他一下而已 衡二 是你先对黎王妃出言不逊的 父皇 他在狡辩 我是因为他行为不断 才会骂他 此事皆是因我而起 翊王殿下 见王妃拿匕首自伤我 所以才会对王妃出言不逊的 皇上要怪 就怪玉音吧 沈永宁 你作为王妃 竟如此善度 简直如泼妇 居然敢谋害皇子 依我看 就该拖出去喊了 父皇母后最为公主 应该不会指定 沈永音一人之语 谁说是沈永音一人之词 我就能为他作证 你分明手里拿着匕首 一副药杀了 沈永音的样子 那请问依我 是否亲眼看到 我用手中的刀 刺将沈永音 我 我虽没看到当时的画面 但你手中的匕首 的确有血 沈永音的手臂上 的确有伤 那是沈永音想杀我 我夺过他手中的匕首 他便一击不成 就想诬陷我 自己朝刀上冲过来的 你有什么证据证明 是他自己 往匕首上撞的 我还真有证据 可以证明 如果我是故意伤了他 那么他的伤口 就会有挣扎 而弯曲的痕迹 但如果是他 自己撞上来的 那伤口就会是直到 父皇可以查他的伤口 看看这伤口 到底属于雷主 鸿儿 你去看看他的伤口 山姑娘 恕我无礼 看一下你的伤口 你这伤 请问翼王 他的伤属于哪种 他的伤口是直的 没有挣扎山躲过的痕迹 我是因为昨日王妃刺伤我时 我一时反应慢 没来得及躲 所以伤口才是直的 你昨日可不是这么说的 你当时说的是 幸好你躲的 怎么现在话又变了 昨日沙玉音说过的话 帝王应该记得很清楚 现在我们两个谁在说 帝王应该可以识认 你为何要骗我 我 看来 我已经证明自己的清白了 竟然你是被陷害的 但恒二 确实不该那般羞辱你 陛下 就算证实了沈又宁 没有故意刺伤伤语音 但他不应该伤了恒二 恒二的手伤 至今都没知觉 以后也不知道 能不能好了 依本宫看 就该好好地罚这个 不知天高地厚的沈又女 不管恒二犯了什么错 她毕竟是皇 你竟敢伤害皇子 本就是大罪 来人 把黎王妃给按下去 鞭打五十 五十遍 母后 是要会打死她的 伤害皇子 本就是死罪 我看母后不是想为义王打包不平 而是想借此事针对我 胡言乱语 来人 给我打死她 动手 我看谁敢动沈又宁 他们有弄伤你吗 没有 放肆 楚王臣 沈又宁故意伤害皇子 本就是死罪 连你也敢拦 此事并非又宁的错 昨日他就想把阿恒 医治好手逼的 可我觉得这惩罚太轻 应该让阿恒多失些苦头 这才拦住了他 你没给阿恒请太医医治的 所以说黎王就是故意残害自己兄弟了 那更该罚 母后 三哥绝对不是想害我 而且此事 错的确在我 不该罚三哥的 该不该罚 不是你双算 可是母后 够了 竟然恒二被人蒙骗 对长嫂无礼在先 该罚 只要恒二的手臂能治好 这件事 算了 只欲伤欲阴 王臣 他是你的人 自己看着处理吧 本宫有些累了 既然今日之事已经结束 那本宫就先回去休息了 等一下 母后不分青红皂白 就要责打诱你 难道 就不该道歉吗 你以为你是谁啊 竟敢让本宫道歉 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 难道母后 比父皇还要尊贵吗 楚王臣 你 哎 王臣说的对 今日之事 确实是你冤枉了李王妃 陛下 你身为一国之母 当你女身作则 今日之事 是本宫的错 王臣 你原谅我吧 我是因为太爱你了 所以才会陷害沈游宁呢 不管你是有意还是无意的 都不该触碰我的底线 王臣 我到底哪里不如沈游宁 你哪里都不如他 我已经帮你拖急 后日我就送你走 以后我们两个相亲 不要 在你离开之前 不许在他书这个房间办法 你要转气我 楚王臣 你不能这么对我 我可是曾经用命救过你的 我救过楚王臣 只要问责真相 就还有翻身的机会 写什么呢 我等一下要帮楚王治首 之前发现他肝火有点忘 就顺便写个方子 去给他调理一下 看来 你已经不生他的气了 我就是气他没有脑子 总是被人利用 不过 他现在已经吃尽苦头了 我想着 他应该现在也在耳朵吧 我就不生他的气了 我已经将商鱼音软禁起来了 后日我就送他走 你今后 不用再担心他的找你麻风 等商鱼音走后 府中 就没有人能再打扰我和你了 打扰我们是吧 我和你 楚红应该已经来了 我先走了 小鱼 你家王妃 是不是还在生气 我冤枉她的事 王妃早就不生你的气了 小鱼 这是你的帕子 不是我的 是我们家王妃的 王府里只有王妃用这样的帕子 她说这个料子用得舒服 所以我身上也备了一个 方便给王妃用 这是沈又宁的帕子 你干货有些忘 这是我写的药方 你回去按药方服用 能治干货 我那样对你 你不恨我就算了 竟然还如此照顾我 我是医者 看到病就想治一下而已 也不算是照顾你 况且你人不坏 我怎么还会恨你呢 那你愿意原谅我之前的过错吗 你让我做什么都行 只要你肯原谅我 我吓唬你的 误会都已经解开了 我也不会怪你的 那一 替我医好头痛的人 是你吗 你终于发现了 那你是否丢过一个帕子 你怎么知道 我那爷捡到一个帕子 本想第二天找你道谢的 可没想到 第二天商鱼音冒充了你 我一直以为 那爷替我医好头痛的人是他 所以才会帮他的 原来如此 可你就算要帮商鱼音 也不至于把事情闹到宫中去啊 你与楚望辰是兄弟 这么一闹 不是给他添麻烦吗 那件事 不是我闹到福衡那儿去的 不是你高德庄 我可不想给三哥提点麻烦 你弄伤我的事 我没和任何人说 今早 我也是被突然叫去见父皇的 那商鱼音是谁叫去那里的 我到那里时 商鱼音已经在那里了 我也不知 为何他也在那里 难道是商鱼音搞得状 可他一个气势 是怎么越过楚望辰和我 接触到皇上皇后的呢 王爷 你要是惦记王妃 您就去看看呗 不然都没办法专心处理公务了 谁说我没办法处理公务了 沈佑 您只是帮阿恒一致首 我不好奇 王爷 您还是去看看吧 我看 王妃是依王会喜欢的那种女子 万一他们向她甚欢 依王头脑一热 就对她表白了呢 我突然觉得屋里有点难 想去院子里走走 你不用跟了 怎么了 没什么 只是有些事情想不通而已 你手不麻了吧 如果哪里不舒服 一定要告诉我 商鱼音 你喜欢我三哥 为什么问这个 就是 我听说我三哥喜欢的人 商鱼音不喜欢你 所以我有点好奇 可如果他妈人是两情相悦 那你和三哥又是什么情况 我 我不喜欢楚王辰 我们两个只是好朋友 等有一天我能回家了 就可以跟他合理的 真的 太好了 你说什么 没什么 王爷 王爷 王妃那边怎么样了 王爷 您怎么了 我可能真的喜欢上神佑宁了 听到他说不喜欢我 是 我的心疼得要命 王爷 这是好事啊 您倒不如将自己的心思 告诉王妃 他或许会更高兴呢 他不会高兴的 因为他想与我合理 会自己加取 王爷 您可不能放弃 王妃以前可是很喜欢您的 只要你想尽办法 抓住王妃的心 他一定能归心转意 留在你身边的 是这样吗 王爷 之前在赌方刺杀您的刺客抓到了 商姑娘 是王爷让你来的吗 不 是我偷偷来见您的 我该怎么办 我不想离开这儿 我想留在望尘身边 姑娘莫慌 主子给您想了一个新主意 可以让您留下来 什么主意 这是什么 您靠近些 我告诉您该怎么做 那我吃了这药 岂不是以后都 姑娘 您现在只有这样才能留下来啊 你 你杀了我吗 我什么都不会说的 你不怕死 不怕 我查到你有一七亿 你 你别对我家人下手 看来你还不知道 你的妻女 早在三日前就失踪了 还轮不到我来下手 什么 他们应该是被你的雇主给带走了 你只要告诉我雇主是谁 我可以想办法 帮你救他们出来 我说 我说 求求你救救我的妻子和女儿好吗 这连王把我们从大牢中捞出来的 他还有其他像你这样的刺客吗 还有两百多个像我一样的刺客 为了方便联系 他们有个秘密联络点 平日里他们都聚在那里 联络点在何处 我不知道 因为连王把我捞出来不久 他们还没来得及告诉我 秘密联络点在哪里 带下去 初恋 果然是你 王爷 不好了 伤姑娘在屋中上吊自尽了 什么 王妃 王妃 你救救我家姑娘吧 这玉佩 怎么和皇后身边灭姑娘的玉佩一样 王爷 您救救我家姑娘吧 她身世可怜 又救过王爷 您可千万不能不管她 王爷 我 我 我 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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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愛你 王爷 我已经帮你拖棋 过几天你就可以离开王府获得自由 为何还要自杀 我一个身子残缺的女人 如果不能留在王爷身边 那还不如死了算了 什么身子残缺 我刚才为她诊脉时 发现她身体受损 已经不能生育 不过具体原因我还没有查出来 还需要更加仔细地检查她的身体 不用查了 我不能生育 都是因为当年替王爷挡下那一件 我不会拿这种事情骗王爷的 当初那一件 刺了我腹部 伤了身子 郎中说以后都无法医治了 所以我以后再也不能生儿育女了 那你当时为何没有将此事告诉我 我不想王爷因为愧疚和我在一起 只在找了郎中 隐瞒了此事 赎金王爷也不需要我了 恐怕其他人也不会想要我这样的女子 都不如死了算了 一两百两 王爷 您就让我家姑娘留在你身边吧 不然她真的没办法活了 我现在一心求死 求王爷不要拦着我了 别闹了 我就给你写药方 你先把身子药 丑王辰会让你灵着 王爷 姑娘别哭了 就算生不了孩子又无 只要王爷对您有愧疚 您就永远可以留在我们身边 对 只要有这份愧疚在 神幽灵就永远不如我 陆宁 你确定了双玉音真的不能生育 我确定他没有骗你 如果尚玉音真的是为了救我 才造成身体的残缺 我愿意对他负责 我可以给他锦衣浴室 让他过一辈子高枕无忧的生活 但除此之外 我给不了他其他任何东西 也不会让他继续再留在府中 你跟我说这些 其实我 王爷 王妃 王爷 王妃 沈香言来王府了 人不紧 爹爹 你怎么来了 今日 我是特意来见黎王殿下的 之前 为了防备皇后与莲王 我一直未敢与殿下接触 不过现在 有些话 我必须要跟王爷说了 你想要跟我说什么 我得到消息 莲王正在暗中招兵买马 怕 已经在计划着谋朝篡位了 之前 我求着皇上 赐婚给黎王和又宁 也是无奈之取 只有 让又宁嫁给你 我才能调用 沈家的势力 来帮你 你为何要帮我 王爷的母妃 生前曾有恩于我 我找陛下赐婚 也是想用我沈家的势力 来暗中 保护王爷 以报 你母妃的恩情 所以 当初并不是由 您想嫁给我的 可是愿意的 小女很早之前 便心向于王爷 听门 听门皇上赐婚后 高兴了好几日 不过 他并不知道 王爷是被逼着去他的 其实我 今夜 我是特意来告诉王爷 我们沈家愿与王爷 共同对敌 祝您 登上皇位 您这么做 可有其他所求 我们沈家 别无他求 只是希望 能有一位明君 能治理国家 不过 作为父亲 我有一事相求 如果 万事都结束后 王爷仍然不喜欢小女 可否 向他完整送回沈家 我不求他 大富大贵 我只希望他一生 都平平安安 爹爹 您放心 我会保护好佑妮 多谢王爷 原来爹爹是为了保护你 才让我嫁过来的 佑妮 我之前对你冷漠 并非是因为你的外貌 而是不满被迫 娶你为妻 现在我知晓此事 原来与你无关 是我错了 所以 你从未嫌弃过我的乳猫 从来都没有 能解开误会 也算是了结了 沈又年的一桩心事吧 你 你在想什么 我在想商云的事 你还想让他 留在我的身边啊 不是 我是觉得 商云和喜儿有点古怪 哪里古怪了 有些事我还不确定 需要验证一下 我也不注意 好心 我知道了 就 就照你说的办 嗯 楚王尘臣是生病了 怎么想 Sing 你 有些事 王爷不打算送您离开了 王妃因为接受不了此事 要与王爷合理 王爷一早就放她离府了 真的 我去她屋子确认过 屋子已经空了 下人们也说 王妃一早就带着包袱和小月离府了 王爷刚刚派人过来 说今晚要来姑娘这儿 太好了 我总算赶走水又宁了 是啊 您终于完成了主子交代的任务了 主子一定会加上姑娘的 喜儿 王爷还没有来吗 王爷可能公务繁忙 不如姑娘先歇下 一会儿王爷来了 奴婢叫你 是王爷吗 这是王爷平衡里穿的衣服 王爷 你这剑伤的疤痕在肚脐上方三寸左右 根本就伤不到用来生育的脏气 沈又宁 怎么是你 你不肯让我为你检查身体治疗 我只好用记诈你 你 伤语 你不能生育 根本和当初旧处忘成无关 沈又宁 我要杀了你 杀了你 忘成就不会知道我在说谎了 你 你 圣雨衣 我看你真的是疯了 啊 啊 啊 王臣 王臣 你听我解释 不是沈又宁他故意激怒我 所以我才会拿刀刺他的 沈又宁 你到现在还在说谎 这是赵元 在喜儿乌中翻出的东西 我已经问过郎中了 这是可以让女子无法怀孕的毒药 王臣 我求你听我解释 我是因为不想离开你 我实在是太爱你了 所以才会说这种谎呢 王臣 你原谅我吗 你原谅我好不好 王臣 王臣 为了别人不惜伤害自己 你这样做真的值得吗 不用那假惺惺的装好人 如果没有你 王臣一定会爱上我 我就不用这么做了 就算没有他 我也不会喜欢上你 楚王臣 我到底哪里不如沈又宁 难道就因为我出身卑贱吗 你哪里都不如他 与你的出身无关 就算你是权贵之女 我也不会喜欢上你 上瘾 就算你不领情我也要说 如果连你自己都不爱心 你自己的身体 那别人就更不懂得去爱你了 说 是谁指使你给商鱼音毒药说谎 是 是商姑娘指使的 她不想被赶走 就让我弄来 可以让女子不能生育的毒药 欺骗王臣 你不用再说谎了 商鱼音已经全部都交代了 怎么可能 她说你是皇后的 她已经都交代了 你还是都实话实说吧 默许还可以留一条信 我说 我 我是皇后的人 皇后派我与少玉音一起入府 隐藏身份 为她做事 她都让你做了什么 皇后一直担心 王爷会借相府势力夺得皇位 所以 想让商鱼音 破坏你与王妃的婚约 还想让我找机会 杀了王妃 在我的唇指中下毒的人是你 是 我去赌方买了毒药 回来后 就趁屋中无人之时 在王妃的唇指中下了毒 那下毒毁我容貌的人也是你 不是我 但也是皇后派人做的 她本想借此毁了王妃的容颜 因为这样 王爷就能因为厌弃而拒绝娶你 可她万万没有想到 皇上会赐婚 你说商鱼音也是皇后的人 她是何时认识皇后的 她很早之前就是皇后的人了 皇后还想让她成为王爷的诊鞭人 还故意安排了那场刺杀 所以 商鱼音为救我 挡箭也是假的 刘丹有用 商鱼音和你说了我是皇后的人 却没告诉你们 下毒和挡箭都是皇后安排的吗 其实商鱼音什么也没说 是我骗了 那你怎么知道我是皇后的人 因为这枚玉佩 我在皇后的宫女身边也看到过 所以 自从看到这枚玉佩后 我就开始怀疑你了 带下去 顾安好 是 你怎么了 我之前去赌方查毒药 赌方老板告诉我说是一个年轻男子买的毒药 和刚才喜儿说是他买的毒药 也就是说 赌方老板骗了 是 他为何 我知道他为什么要骗你 主人 有新命令了吗 你们先耐心等着 主人 马上要办一件大事 到时候 肯定 要用上你们 这几日让你们去黎王府盯着 可有什么动静 什么动静都没有 一点动静都没有 没有 黎王府 怎么可能这么安静 跪下 现在还觉得黎王府安静吗 看来这里就是楚莲阳的秘密联络点 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你可以继续装糊涂 但是接下来 我问你每一个问题 我不答 或者说谎 他就会死 你们 你们是不是在为楚莲办事 现在 你来打 是 我们平日里就在这里藏着 等莲王的命令 很好 现在你来打 皇后是不是和楚莲勾结在一起了 是 皇后西下无子 又怕你登上皇位之后不利于他 于是 一直暗中扶持 莲王殿下 所以上次你为了掩护皇后的事 让你对沈佑宁说了我 既然你都知道了 还有什么好问的 把他们统统关好 赌方被楚王殿查封了 是 不仅如此 听说他还把皇后安插进黎王府的人给杀了 就算赌方被查封了 不仅如此 我 我就要为父王祈福祭祀 告诉你 我让他死 你赞深 你怎么一个人在这里喝酒 没什么 就是突然想喝酒了 你 是不是在为楚莲的事情烦闷 昨天确认过后我才发现 明明父王已经很偏心出联了 可他还是能为了皇位 想出那么多置我于死地的法子 是他不会做你的兄长 其实 我之前经常做的噩梦 就是我母妃死的时候的话 那她是怎么死的 皇后声称我母妃与她人如人 但人强行给她灌个毒药 不过当时 我偷看到的真相 你之前不总说 我处处疑心吗 如果我不处处疑心 你能早在宫中丢了性命 楚王臣 不管这世间其他人是否偏性命 我的心会永远偏向你的 任务二十 亲吻楚王臣 不是吧 他这难过呢 我突然亲他不成天态了 你说什么 没什么 我用他只属心 也没说进哪里啊 怎么偷亲完我就想跑 我 我刚才是不小心的 那你这也太不小心了吧 是啊 你就当我是个笨蛋 别把此事放在心上 沈游宁 你不会是生气了吧 对 我生气了 那我跟你道歉 我不该气你 我生气的不是这个 那你气什么 我也没做其他的措施啊 我是在气你不懂我的心意 我什么心意啊 我喜欢你 我喜欢你 你喜欢我吗 我累了 我要回去休息了 我喜欢楚王臣吗 不对 我还要回到自己的世界呢 不能留下来喜欢他 算了 行不行了 出去算散步 过去就有答案了 游宁 你怎么在这里 我在等你 等我 游宁 我想好了 你不喜欢我也没关系 在你遇到自己喜欢的人之前 我会一直对你好的 游宁 我实在是想不明白 如果要是不喜欢我 那昨夜那个吻又是怎么回事 我都说了是不小心的 你以前 也这样不小心 碰过其他男人吗 怎么可能 你是 第一个 王妃 一王殿下来寻您 说是又头疼了 想让您帮她看看 好吧 我先去看看 没什么大的事情 应该只是最近没有休息好 所以才会痛痛 对 我最近总是反复头疼 所以 以后还要经常来麻烦你 可我怎么听说 阿恒的头疼 已经好了许久了 三哥 你可真会说笑 我要是好了 你就不来了吗 你不舒服 当然可以来找我 我就爱给人看见 对了 你来就来了 我再往里看看 那个 又宁 你别去给她看 你给我看 我 我只是想帮她翻她舌头 看她还有没有别的病 你也想 我帮你看看吗 三哥这么着急看病 莫非身体哪里不舒服 那你还是先给三哥看吧 她应该只是心里不舒服 没事 对了 我近日来还有一件事要说 明日 宫里祭祀活动的人 突然被母后换掉了 好像是一个监护道士 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可算是把主红给送走了 又宁 你不会是喜欢阿恒那样的男人吧 什么 我要是喜欢她那样的男人 你要怎么办 你如果喜欢她那样的男人 我也可以变成那样 我只是喜欢给她看病 楚王辰 你真是个促进 不过明日祭祀的事情 我总觉得有问题 放心 明日的事情 我已有打算 我说你 你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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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吗 你愿意 分箱尽端 此乃大不及啊 什么 除货 仅会影响陛下的健康 仅为国运 也会影响危机 道长 可有破解之法吗 若不为陛下分忧解难 天道在所不辞 若是累了 就靠着我休息一晚 看来道长是使用了不少法力 道长 你受累了 就他那样的 谁来都累 贫道算出来祸兴 只要在宫中 找到菊月夏寻 三日出生的女子 将其火烧便可化解危机 我记得黎王妃 就是菊月夏寻三日出生的 什么 火星 就是此女 请皇上 皇后快快将此女分烧了 来人 把沈佑您给我抓起来 根本就没有什么火星 这个道士 就是一个胡言乱语的江湖骗子 谁要你啊 放肆 我不仅算到了你这个火星 才看到了 身边这个高人 想要包庇你这火星 陛下 不仅 我烧这个火星 身边那个高人 一并愁死 才能永绝后患 那道长既然如此同神明 那神明有没有告诉他 道长何时会死 听到自然知识 胆且生死 此乃天机 不能随意泄了 那我现在告诉你 我也会同神明 刚刚神明告诉我说 若你再做恶事 骗个我 便会死于非目 你这个火星 不要在这里危言耸听 陛下 快快下令 火星拨火一时 我先变手 闹出不可挽回的局面 看来 为了皇上的安危 史诱宁今天必须死 来人 把史诱宁给我抓起来 黄英 今日我在这儿 看谁敢动他 楚望尘 你既然为了这个女人 既然连你父皇的生命安危 都不顾了 简直大逆不道 那算是看着 就是你这黎王 一直庇护着这火星 陛下 将他们一起焚烧 才能化解灾火 不然 后患无穷啊 望尘 你为何要包庇火星 父皇 他不是火星 道长 刚才明明说了 他就是火星 我再敢包庇他 真的会连同你一起祭天 皇上 若您要将黎王和黎王妃 祭天 也将老臣一起祭天吧 老臣就这么一个女儿 今日如果连她都保护不了 也无言活在这世上了 皇上 世佑宁不是火星 如果您要将她祭天 那就将我一并祭天吧 还有你 你们 反了 都反了 世佑宁如此会蛊惑人心 一定是火星 来人 把她给我抓起来 看来究竟长城的使命 必死无疑 放心 十一五三 就会有事 只要我去三个数 神明 就会降下天法 妖言豁众 一 二 人道 不曾做伤天害理的事 自然平安顺遂 我看你这祸兴 带我垂死挣扎 三 这 这怎么回事 这就是我说的天罚 沈佑宁 你是不是对道长做了什么 这么多双眼睛都看着 我从未接近过 又如何能对他做些什么 太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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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来看看 怎么样了 皇上 皇后 老夫也看不出道长生了什么病 怎么可能 救救我 我太痛苦了 有什么办法救救我 救救我 皇上 皇后 黎王妃的医术在老夫之上 或许她应该知道如何治疗这位道长 你救救我 我太痛苦了 我不想死 道长如果想活 就要承认自己的罪 这样神明才会收回成功 否则 片刻之后 你将这蹊跷流血身亡 我说 我说 只要救救我 我说 我都说 现在马上把真相告诉大家 我说 其实没有什么慌 而是 说 你为什么要杀这个道士 陛下 刚才道长突然发病 就是楚望诚和沈又年 为了隐瞒霍兴而搞鬼 刚才那个护卫 恐怕也是一伙吧 皇后 你是生怕道士只认出你是同伙 所以你才要杀这个道士吧 楚望尘 你血口喷人 不能再让这两个祸性 搅得皇室不得安你 今日无论如何 本宫都要将你们两个人丢入火炉 来人 把这两个人给我抓起来 等一下 我还有办法 证明这个道士是个骗子 都到这个时 看你还能做些什么 父皇 我们认为宫中有祸性 是因为最开始道士点燃的那三只箱燃断了对吧 对 我有办法证明 那三只箱是人为弄断了 皇上 不能再吃这个祸性胡言乱语了 刚才那个道士分明有话要讲 却突然被杀 一定是有些人想要隐瞒些什么 父皇应该也不想被某些有心之人算计吧 皇后 不妨 听他把话说清楚 沈又宁 你到底想做什么 母后等会儿就知道了 父皇 您是天下公主 您说 这箱该在哪里断 断掉 它就会在哪里断掉 您直呢 我就能让它在哪里断掉 只要在想让香断掉的地方沾上水 香燃烧一会儿后就会在此处断掉 所以从一开始根本就没有什么大祸 一切都是人为的 陛下 既然 霍兴是人为捏造 那道士却一口咬定 臣的女儿和黎王是霍兴 您属于有人有心 针对他们二人 请陛下查明此事 还臣的女儿和黎王 一个公道 可是 这定语查的水有石处 父皇 儿臣已经知晓此事是何人所为 就是皇后 和楚莲所为 楚王臣 你敢污蔑本宫 我有证人证明 皇后和楚莲勾结 一直 向谋杀用医乳 怎么可能 我们不是被楚王臣一切之下 给杀了吗 那是我派人放出去的假消息 我一直留着他们 就等今日 戳穿你与楚莲的真面 回来 商玉音和喜儿 都是皇后派入我府中 意图离间我与又宁感情的人 他们还曾给又宁下毒 至于这个赌方的老板 则是楚莲的人 楚莲在宫外偷养兵吗 父皇 证据我都已经整理好 父皇只要派人稍微去查一下 就能知道真假 你先做出私当之事 陛下 你听我解释 不必解释了 来人 王后也就别给我关押起来 好审问 父皇 不是这样的父皇 楚王臣 你没这样你就赢了 不会善罢根绣的 我一定让你死 让你也尝尝我的痛苦 死养兵马 手足相残 想不到朕最疼爱的脸 就会这样 父皇 儿臣有仪式相求 你立了大功 说吧 今日又明 差点被歹人利用 活祭一世害死 所以儿臣想求父皇 废除活人献祭一世 好孩子 你让朕失望 朕恩准了 这件事情 就交由你来办 特赐令牌一款 以后护部 也全权由你来掌管 旁人不能干预 儿臣 谢不皇 恭喜帝王 恭喜啊 恭喜 来来来来 庄臣 是我 地上凉 起来 我不能起来 我是一个千年灵芝 不能从地上起来的 回家 这不是我家 对啊 李王府才是你的家 起来 朕恩准 我告诉你一个秘密 什么秘密 其实 我不是我 什么意思 我是沈又宁 但我又不是沈又宁 所以 你喜欢他到底是沈又宁 我还是沈又宁 沈又宁 你听好了 我喜欢的 我喜欢的是此时此刻 眼前的你 你是 又不会是不小心了吧 不是 我喜欢你 我决定留下来陪你了 沈又宁啊 这样你都能睡成 可真是厉害 没关系 我们以后的日子还长呢 王妃 你醒了 我昨晚是怎么回来的 是王爷将您抱回来的 傅望尘将我抱回来的 我 我居然主动吻了傅望尘 你吻了王爷 小点声 你想让所有人都知道 我出去散的心 不用跟过来 好的王妃 又宁 你要去哪里啊 我 我就是 突然想回去看看医书了 你不是 想要对昨晚的事情赖账吗 谁说我要来这儿了 我亲了你 就一定会对你负责吗 好啊 那你 要一辈子都会负责 对了 昨日楚莲被押走时 说的那番话 像是十分恨你 但又不像是为了皇位 你以前做过什么 让他特别恨的事情吗 众兄弟之中 我和阿恒来往是最多的 比楚莲联系是最少的 从来也没有找过他的麻烦 那就奇怪了 啊 你刚才还不是说 要对我一辈子负责 怎么这会儿 又开始想起其他男人去 这也是你的事 而且 你想怎么对你不操 秦武 你疯了 被别人看到怎么办 现在院子里没有其他人 快 还不够 够了吧 今天足够了 不过明天还要 他怎么在这儿 老老 被他看见 你们 你们不是说要和离吗 和离 我可从头到尾都没有答应过 他要和离 谁要你啊 以后你再敢和别人 无论说 我就把你房间里面 医书圈的令收藏 给你换成兵法 我错了 你可千万别让我看到 那些让人头疼兵法 这样也好 南哥终于找到他的心理了 王爷 不好了 左叶皇上突然病重 楚莲也从大楼里逃了出来 立刻召集兵马 我要亲自抓捕楚莲 绝对不能让他离开 是 那我入宫 去看看父皇的病情 好 父皇怎么样了 父皇不是病了 而是中毒 只是 这毒我从来没见过 也不知道如何去捡 那怎么办 皇后和楚莲的手中 有很多古怪的毒 我想 这毒就是他们下的 让我去见见皇后吧 你们不用费力了 那个毒名叫断魂散 是基于最珍贵的毒 根本无药可及 不行 此事必须告诉楚王者 你个疯子 抓我干嘛 我要让楚王尘 发自内心的痛苦 我知道他很爱你 我现在如果杀了你 他一定会痛不欲生 畜生 你不会成功的 尽快投降吧 楚王尘 可能还会看在 手足一场的情分上 饶你一命 手足一场 我从来就没有 把他当过手足 我也不怕死 反正我现在 什么都没有 我就是要和楚王尘 拼个鱼死网破 你为什么如此狠 为什么 因为我和他 有血海深仇 我一定要让他 和我一样 失去至爱之人 楚莲 把沈佑宁交出来 看 他果然来救 走 楚王尘 你若是想要沈佑宁活着 就让所有人都退下 单独跟我去一个地方 否则 现在就傻子 好 我答应你 你别听他的 楚莲 但我不允许你伤害沈佑宁 否则 我会让你生不如死 王爷 楚王尘 推下 是 你个蠢狂 这是陷阱 你别听他的 闭嘴 三弟 说之前怎么没看出来 你倒是个痴情之人 我吧 我 抓紧小心 嗯 推换一个匹首 换取匕首购物点收紧二十 现在谁也给不了你 你没事吧 走 让他们抓回来 这个伤口得马上处理 不然会发人了 没事 只是小伤 我在路上做了标记 赵云会很快找到我们 换取治疗的药和布 换取方家的药和布 购物点收紧二十 对了 刚才 你手中突然出现匕首 到底是怎么回事 楚王辰 我告诉你一个秘密 什么秘密 其实 我一直都能看到 一行别人看不到的金字 只要完成金字上的任务 就可以用点数 兑换自己想要的东西 我爱你系统爸爸 所以 那天你叫的系统爸爸 也是因为这个金字 对 楚王辰 你不会觉得我是个怪物吧 沈又宁 你不会是喜欢我 也是因为这个任务吧 不是不是 我是真的喜欢你 那就好 只要你不是因为任务 才喜欢我的 其他的 我都不在乎 你就这么喜欢我 是 我第一次这样喜欢一个人 从来没有喜欢过别人 所以沈又宁 你不许离开我 好 我永远都不会离开你的 楚王辰 你给我出来 楚天找过来了 怎么办 没事 你在屋中藏好 我一个人去这儿 你一个人去他有危险了 我跟你一起 你必须藏好 可是我怕你有危险 只要你没事 我就会没事的 楚王辰 今天一定要杀了你 快让我看看你的伤口 不用开 我在刀上涂了断魂死 自都妙可解 他死定了 为什么就这么狠楚王辰 你先想知他于死定 为什么 因为他的母妃下毒 害死了我的母妃 此乃薛海深仇 我不得不报 他母妃生前犯下的债 必须由他来还 必须由他来还 楚莲 你这个蠢货 你连自己真正的仇人 是谁都不知道 什么意思 我没有给父王解决 于是就找了皇后 问了毒药的事 还问了当年 他魔害望尘母妃的事 他亲口告诉我 杀了望尘的母妃 还毒假了你的母妃 不可能 这是假的 你一定在骗我 假的 你要是不信 你自己去问 楚莲 真是人如情 可怜的河 一心想的不处 这么多年 却一直与仇人狼狈为奸 我要杀了那个贱人 放开我 我要杀了那个贱人 啊 庄城 你让我莫尘 没事 莫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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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庄城 我一定不会让你死 赵元 原来 沈亚 在我两件事情没有做 请把他找来 是 对不起 王妃 这毒 我也无法解开 就没有任何办法 能救他了吗 传说 有种名叫 换魂草的奇药 可以将毒 从一人 转到另一人身上 不过 先不说是否有人愿意替王爷去死 那 换魂草 本就是传说之物 从未有人见过 我知道了 多谢赫兰十一 换取 换魂草 你的点数已够回到原来世界 换取换魂草 将清空你的所有点数 你确定吗 确定 我答应过他 会一直陪着他 成功换取换魂草 点数清空 有你了 你要做什么 王辰 我要将你身上的毒 引到我的身上 你就能活下去了 我不允许你这么做 王辰 现在你总该相信 我是真心喜欢你 在我血液里崩裂 城市中潜流 清醒又温柔 赵云 是他吗 有人说 在城中看见一个 和画像可笑的女子 又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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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又宁 表明天你就像了好 就因为水泥不走 你明天说过 你明天不离开 为什么 你明天不离开 初王辰 有谁能等我 我一回来你就发现了 是你吗 是我 这两年为了解毒去了很多地方 前半时 刚找到了姐姐的方法 你明天需要 我以后 你不是 我 你先放开我 我 我 我绝对不会让你离开我 你想累死我 你现在是我的不好 我怎么可能让你死 我成皇后啦 那快带我回去选着 你现在还需要玩出那个奇葛的精神任务 你 不告诉你 你 哈哈哈 别跑